如果退休後可以住在一間湖邊小屋 有空跟小動物玩一下曬一下太陽 哇 真是人生終極夢想 不過要夢想成真也很瘋狂 但是我個人很樂觀 現在沒有將來可能有呢? 如果你跟我一樣 現在還未有機會住到 不如我們一起看看這間溫馨小屋 看了當擁有過吧 花圃滑梯及搖搖板擺設 是利用倒塌後的樹木製作 很有環保概念 小屋用木材建成 感覺溫柔開眼 看完這麼漂亮的杜鵑花 還有不少特別的植物等著你 就這麼遠看 真是會以為這棵植物被一群蝴蝶圍圍著很特別啊 除了外形之外 它還有一樣特色 就是修剪枝葉或初距化葉的時候 它會發出一陣味 不是花香 是類似燃燒塑膠的味道 而這種味道其實是它的防衛機制 用來抵禦害蟲的侵襲 看完溫馨小屋 還想有更多溫馨的感覺 不如直接用手機上網上發展 一次過看完多過以愛和家為主題的 特色花圃設置 包你滾著手機 都感覺到幸福滿滿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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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